从来不缺帅哥和美女的 而且现在进入娱乐圈当中的新人呢 可真的是不计其数 每个人都想挤破头脑的进去 但是能够出人头地又非常的难 如果想要在这个圈子中站稳脚跟 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就必须得有真本事和才华 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被时代和潮流所淘汰 有一些人呢 如果说没有真本事 但是有才华或者是说有钱的背景的话 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种的话就会很容易翻车 因为大家比较喜欢一些有实力的人 如果要说起这种立人设的话 肯定要说一下迪丽热巴了 迪丽热巴是一位来自新疆的美女 因为长相非常的出众 而且她的身材和颜值 肯定大家就不用去质疑了 自出道以来就出演了非常多的女主戏 带给大家非常多的惊喜 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迪丽热巴每一次穿礼服的时候 好像都会习惯性的捂住自己的衣服 所以大家也是特别的好奇 对于说法也是各有千秋 有人觉得迪丽热巴这是故作姿态 吸引大家的眼光才会这个样子 显得非常的做作 当然有一些迪丽热巴的粉丝 也会替热巴赶紧的解释 乘坐完全没有这种华中其中的做作必要 因为迪丽热巴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子 长得又非常的漂亮 身材又特别的好 站在那里她不用做任何的动作和表情 就已经吸引所有的目光过来了 如今又是圈中的一流女星 出演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 几乎步步都大获好评 反响也很好 所以不需要这种炒作的方法 其实呢 看看迪丽热巴的这些生活照就知道了 其实私底下的热巴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看到她所选择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肉肉遮挡的严严实实 选择的都是一些运动款式 所以说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迪丽热巴将自己的衣服遮一下 这也是出自于她的习惯 平时出席活动也都是由品牌商所提供的礼服 自己有一些不喜欢的也得穿上 所以总会觉得不太舒服 迪丽热巴也没有办法 因为长得又太漂亮 所以太过于吸引人的眼光 没有办法 只能这个样子了 出席活动或者是参加典礼的时候 人实在是太多了 才会选择用手去遮挡一下 不然的话又会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 这也并不是她故意去选择夺人远球的一种做作行为 而是习惯性的条件反射了 如果大家仔细去观察的话 有一些比较情商高的女艺人都会有这个举动的 因为她们是比较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如果说稍微有一个不太妥当的举动 那可是会被网友们无限放大 夸大其词 在网络上面议论纷纷的